12月5日限定女团The Nine正式解散 从一句yes ok开始 感觉她们成团还是不久前的事呀 原来已经这么久了 从青春有女二成团出道The Nine 迄今已历时500多个日夜 就在团体的限定合约到期时 迎来了The Nine解散的最终章 因为The Nine我们抵达了这里 不是终点 只是旅程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在疫情里诞生的女团 The Nine其实有不少遗憾 没有举办过巡回演唱会 也没有合体录制过户外团宗 也是因为这样 大家才会十分期待The Nine的毕业演唱会 毕竟毕业后想在合体参加节目就更难了 然而12月的第一天 The Nine官博就发来喜讯 The Nine广州演唱会将于12月18日开场 并且门票也即将开售 毕业一批The Nine也在12月5日正式上线 小姐姐们还在毕业之际纷纷在微博上面发文 而把这几句话的第一个字连起来 就可以看到一首藏头诗 而这一首藏头诗 正是他们出道单曲中的一句话 这简直太让人感动了吧 天下无不散之言习 一年半的旅程在此结束 只要你们九个人在一起 你们就仍是粉丝心中的The Nine 十年后的我们 会是什么样子 点赞订阅并点亮小铃铛 就能每天和桃子一起吃瓜看戏咯 谢谢大家